台中市長盧秀燕來到太平區御賢社宅 這裡設置了台中第一處生長服務據點 有很多的老師或者這些身心障礙的 師資跟工作者 他們協助身心障礙的好朋友們 他們本身可以做一些技職訓練 盧秀燕3號上午到十方之愛生長據點 關心這裡的學員生活和學習情況 一部分的學員烘焙麵包 VEP在製作洗手乳 你們幼稚園需要的東西你們選好不好 市長拿出了自己的五倍券 請小朋友們幫忙選購 他用行動來做愛心 把五倍券全部拿來購買他們用心製作的 防疫組合跟甜點 他送給我們在台中市社宅好宅裡面的幼兒園 那提供給他們小朋友吃餅乾吃點心 或者是給他們清潔使用 這一些物品也將全數捐贈給非營利幼兒園 邀請市民一同支持身心障礙產品 讓愛與善意綿延下去 即便新聞蘇泰影蔡台中場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 訂閱 按讚 感谢观看